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分钟内克隆出一只猪腿 只要允许用于人类 马上可以解决器官移植问题 结果移植禁令下来 好几瞎在这方面投入了巨资的生物科技公司 损失惨重 比如塞地亚生物科技 没错 所以我要再次呼吁 废除禁止克隆人体的相关法律 给我们医学界松绑 你的这个观点我不能同意 不好意思 你干啥子 大哥 我不在新闻 我妈妈叫三郎 我里想睡婆婆 她 她又出扰了 能更快 你咋拉的哟 我现在喜悦 你更快点回来 我马上就回来 呃 不好意思啊 我老婆要生了 我得赶紧回去了 再见 呃 好的 张晓明博士家里可能出了 出路上了 快 北京南站 千渡导航为您服务 在北京南站周边 为您找到三十二个餐厅 就去南站 一点哪也不去 快走 好的 喂 老婆 我已经在路上了 爽真采的时间到成都大概需要两个多小时 为您推荐人体快递 只需十分钟就可到达成都 你给我闭嘴 喂 老婆 等一下 你说什么 十分钟到成都 是的 顺达快递最新推出基于真空管道运输技术的人体快递 通过该公司专有的地下真空磁权服管道 以十倍因素把人发送到目标城市随道随走 一下是来自真实用户的评价 我用人体快递十分钟就从哈尔滨到乌鲁木齐了 简直太快了 行 就去那儿 赶紧 从那麻醉有点晕乎乎的以外 一切完美 麻醉 你好 欢迎使用全球速度最快的人体快递 两万八千八 你们抢钱呢 由于管道建设和阴影成本非常高 行行行 难怪没人来你们这儿 还有这麻醉是怎么回事啊 由于管道是真空状态而传送舱空间有限 为了保证氧气用量您需要进入睡眠状态 细体吸入是麻醉对吧 你放心 我学过自由牵水 保证用不了多少氧气 我想要在老婆孩子面前保湿清醒 抱歉 我无法理解您说的话 这儿有活人吗 另外 您还需要换上我们提供的全封闭加压服 以防止万一箱体破裂后直接进入真空状态 发生生命危险 还有您的衣服和手机等物品需要另外发送 两小时以后送货上门 为什么 您好 我是这里的经理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当初设计传送舱的时候考虑不周 空间太小 没有多余的地方可以放东西 等你到了成都 那边会提供临时的手机和衣服给您 你拿到了自己的东西再换回来 行吧 要是能帮我按时送到的话 我也就忍吧 系统启动 等会儿这个升降机 就会把你送到地下15米深处的管道里 进行发射 这就是麻醉机的呼吸管了 这你都懂 快点 我赶时间 传送舱关闭 麻醉机启动 升降机启动 你去休息吧 谁下的我来 来吧 分化炉那边已经准备好了 你们到底要叫我去哪儿 分化炉是什么意思 还走不走啦 快把他重新麻醉 你们干嘛呢 干嘛呢 救你 你们干嘛 你们干嘛呢 干嘛呢 怎么了 放开我 他醒了 你们什么意思啊 想干什么 应该是这样的 大概出了点问题 我们再给您传一次 这次保证没问题 你们有问题 你们一定有问题 把箱子给我 我不做了 把衣服给我 我要投诉你们 你们干嘛 我做了还不让人走吗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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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他拉回来 救命啊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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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上车 有没有不行 等等 你先送我去南战 我老婆要生了 我得先回去 手动 定位手动 手动模式已锁定 根据北京市交通管理条例 主干道上禁止手动驾驶 来就加速 加速 前方有车不能加速 有变动 冲过去 侧后方有车不能变动 啊 喂 是成都的刘经理吗 我是北京的经理张阳 咱们有麻烦了 超级大的麻烦 喂 王冲啊 什么 我在北京都被个抢劫了 哎呀我接别个电话打呢 爹爹 你回头刚才来接嘛 哦 头 你带个衣服过来哈 我帮你擦了呀 网上有人说 底下怪道云是不可能的 就说一点 出了事过 跑都没法跑 快快快 刚才我在车上 一直跟紧接打电话 都不接 有可能已经神了 另一个人说 怎么长的怪道要 是些真空 消去率是没有要求 费用将是个天文数字 塞迪尔生物科技 根本出不起这个钱 塞迪尔生物科技 哎哎哎干嘛 干嘛 哎你们干什么 救命啊 杀人了 救命啊杀人了 快上车 快上车 我先把车开出来 给我快上车上车 您正在非法使用手动驾驶模式 请立即停止 这个顺达快递到底啥毛病 我晓得 我只晓得它们一定有问题 搜索 顺达快递和塞迪尔生物科技 它们有什么关系 根据资料 濒临破产的顺达快递于去年 被塞迪尔生物科技集团全资收购之后 立即推出了 不够了呢 咋了 手机给我 我给小姐你再打个电话 快 跟上 跟上 接电话呀接电话 喂 不好意思哈 他在医院 麻烦了生活了 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你是哪个啊 我是他老公 到停车库最低层等我 我要见你 见我 你是哪个啊 找我孩子是 咋了 开口袋 加速 一中一的证 你死拉狗 你死拉狗 不扣了 绝对不可能 烦我 那 那是哪个回事啊 你们是孙大 不 你们是什么国际人呢 你们求见 什么国际人呢 快保际 保险总 哎哎哎 把枪放到 到底能个回事说清楚 不然我也要保际 哎哎 不要不要不要 早跟他废话 现在就保际 你不要说谎 我要替他说 不要浪费时间了 让我来告诉你 他们根本不是他快递公司 而是用两只台开轮 在目的地 快速复制出一个完整的人 再把渔蓝的灰尸灭迹 对你来说一切都是正常的 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正常的 除了我之外 没有人理事 要已经还了一个人 喂喂喂 你不是还人 你的意思已经专业给了他 所以他都是你 那为啥中国还是用我的眼镜在看世界 而不是用他的眼镜在看世界 为啥中国的自我意思 还是存在我这个区块 而不是他的 因为这是负责 而不是专业 没错 只要他是了 那都是专业了 你把我当啥子了 电脑认判吗 原来你们是赛递 而生物科技 你们为啥只要那么专 我咋个晓得呢 我只是个小姐 你是个大工的 不说是不是 哎哎 这个还用说吗 我们研发出来的技术 找法律尽了 没得活路得了 后来突然有人想到起 也想技术不一定 只能用在医疗上 不过现在关键不是这个 我们公司到了无所谓 可你一旦保金 你的未来就毁了 你小孩 你的老婆该任哪个当老公 我儿该任哪个当老孩 财产归哪个 这个家归哪个 当然是我 老狗 你咋个嗨不来 我要死了 马上回来 回头再跟你说 回头不了 你现在跟我说清楚 老狗进去喊你了吗 刚才一直陪着他的人是你吗 你就是我 对喽 所以我上九条子不对吗 你留在这儿我去 凭啥子 你根本就不敢存在 你两个不见 实在现在多余的人是你 你说啥子 再说一遍 喂 现在晓得了啥 其实我们是来帮你的 但是我们也不想把自己打进去 所以 你们自己决定 我们会帮火下的人 清理尸体 需要赔偿也买问题 OK 不要逼我 什么 两场什么 你在等我 他们在这儿说我不是你开拢的 理论上是能够打开感觉不到对我 我来说你才是开拢的 啥子 你讲不讲理 有没有搞错评 还说我好累 都算你这么个东西 你给我挺清楚 我不会让你上街 我真的没时间了 再不上手 我就真的不开心了 我也没了时间了 没打了没打了 你们没打了 你们就不能上来好吗 但是你们都是一样的 加算可以清分嘛 一生不归你 还是不归他 你们两个手是轮流 诶 你们敢这样子 空虐 是吧 喜欢苍原视频影片的朋友 记得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